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横渡茫茫东海来到明州 他叫荣熙 除了参禅学经之外 这位远道而来的日本僧人的心中 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那就是将中国远远流长的茶文化带回本国 荣熙在明州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吗 荣熙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参禅学法 中国南宋时期 佛教在明州地区非常兴盛 各个佛教宗派竞相发展 宝刹林立 高僧辈出 作为南宋时期对外交往的重要港口之一 明州还与日本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许多日本僧人沿着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 来到中国参禅学法 互动交流 荣熙禅师也不例外 他正是怀着这样的求知精神 来到了南宋时期的中国明州 从日本到中国的明州 隔着浩瀚的东海 荣熙禅师因为一路上船行颠簸和旅途劳顿 在登陆明州港时 他已经感到十分疲惫 时至六月 天气炎热 荣熙禅师更是感觉到浑身不舒服 于是他就在明州港附近的一家小店里 暂时歇脚 热情好客的中国店主看到荣熙面容倦带 汗流加倍 就端上一碗清亮碧绿的茶汤 让荣熙喝下 荣熙禅师端起这碗茶汤 茶的芬芳沁人心脾 这让他顿时感觉到心情舒畅 盛着茶汤的茶碗又至细腻银润 如冰似玉 将这碗茶汤衬托得 犹如一汪春水般碧绿 荣熙将茶汤栩栩眼下 没过多久 他便觉得神清气爽 鼠热感一扫而光 就连肠胃的不舒服也减轻了许多 这让荣熙感到非常神奇 早在日本时 荣熙禅师就对中国的茶文化充满了好奇 他知道日本浅唐僧人最常到中国明州的天台山学习过 最常回国时便从天台山带回了茶种 到了中国南宋时期 茶树在日本仍然是稀少和珍贵的树种 茶文化也尚未形成规模 如今身在明州的荣熙 在浑身不舒服的时候 喝上一碗茶汤 感觉十分惬意 这更加激起了荣熙探究中国茶文化的兴趣 他不仅痴迷于茶的芬芳 更是被茶叶神奇的功效所深深吸引 在与当地人的交流中荣熙得知 明州气候湿润盛产茶叶 当地人都喜爱饮茶 而且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文化 人们对于茶叶 泡茶用的水 茶叶泡制方法 甚至连饮茶用的茶具都十分讲究 店主给荣熙禅师所使用的茶具 是明州上陵湖一带所烧制的青瓷茶具 因为上陵湖在过去属于越州 所以这里烧造的青瓷又叫越瑶青瓷 越瑶青瓷最早于东汉时期开始烧制 是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 故而有着母青瓷的美誉 它造型精致 右色精亮 深受海内外人士的喜爱 到了南宋 便捷的海上司徒之路 北达朝鲜半岛 东至日本 使陶瓷的大规模出口成为可能 大量精美的中国瓷器作为中国特产 源源不断的出口到了世界各地 荣熙还了解到 早在唐朝的时候 明州上陵湖附近 就有一百五十多处青瓷窑场 一到晚上 大片的窑场中火苗窜动 窑场的工匠们忙忙碌碌 景象十分壮观 除了明州上陵湖的月窑可以烧制青瓷 在龙泉 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省西南部的龙泉市附近 还有龙泉窑 出产的青瓷在中国也是九富盛名 而且畅销亚洲 非洲 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 荣熙禅师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不仅感觉到青瓷茶具的唯美 更体会到了茶的神奇功效 她怀着求索的心情在明州的天同寺修行 参禅诵经之余 荣熙对中国的茶文化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她发现即便是在寺院中 也能找到中国远远流长的茶文化的影子 在南宋时期 中国的禅宗文化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茶宴之风在寺院及上流社会极为流行 明州天同寺曾是当时的佛教禅宗五大明察之一 具有东南佛国之称 他背靠太白山 山上茶树生长茂盛 这里不但有茶园 而且坐禅饮茶之风即盛 天同寺有一套树木庄严的茶礼 在茶宴开始时 众僧人围坐在一起 其中一名僧人按照一定的程序 充点茶汤 而后大家依次传递品尝 僧人们在饮茶中融进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使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 顿悟内心 这让荣熙禅师感觉受益匪浅 在天同寺的数年时间里 除了参禅学乏以外 荣熙还陆续研读了中国唐朝时期著名的茶专家 陆语所著的茶经 并切身体验到中国僧人吃茶的风俗和茶的药用功效 荣熙下定决心 要将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日本 几年之后 他完成了在天同寺的研修 带上茶树种子和各种佛教经书 从明州港登船返回日本 从此 荣熙禅师开始了在日本传播和推广中国茶文化的漫长历程 在日本 荣熙一路传播佛法 同时不忘种茶 他在下榻的九州平户岛复春院中 撒下了从中国带回的茶籽 同时荣熙还送给京都牡尾高山寺五粒茶籽 这些茶籽在日本生根发芽 后来形成了茶园 这里所产的茶叶味道纯正 深受日本人的喜爱 人们在茶园旁立了一块写有 日本醉骨之茶园的石碑 荣熙不但在日本种茶 讲述来自中国的茶文化 还利用茶的药用功效 为人解除病痛 公元一二一四年 荣熙禅师到将军府做访时 听说大将军袁石潮前一天晚上饮酒过度 卧床不起 并命人煎茶送去 给袁石潮将军喝下 很快 袁石潮将军就感到精神好了许多 一旁的人都对荣熙嘖嘖称赞 在推广茶文化的同时 荣熙还结合自己对饮茶的体会和理解 在日本撰写了一部名为 《吃茶养生记》的书 从茶的药性角度加以论述 这是日本最早的茶书 在《吃茶养生记》一书中 荣熙从中国的《太平广记》名部一书中 也用了33条关于茶的说明 从茶的名称 功效 采摘和炒制等方面 全面介绍了中国茶 也谈到了送人饮茶的方法 《吃茶养生记》这本书 在日本广为流传 影响深远 推动了饮茶之风在日本的兴起 从此 在当时日本的寺院和上流社会中 饮茶被视为了风雅的事 荣熙禅室是第一个系统的 向日本介绍中国茶文化的人 为了纪念他在日本对中国茶文化的推广 后来人们引用中国唐代著名茶专家 陆宇的名字 称荣熙为《日本的陆宇》 至今 在日本京都的建仁寺中 仍保留着中国南宋风格的茶堂和茶礼 在中日茶文化的交流过程中 主角不仅仅是茶叶 产自中国的青瓷茶具 因为造型精美 而且能够完美衬托出茶汤的绿色 而深受日本贵族的钟爱 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里 有一只产自中国的小小的茶碗 这只茶碗曾经两次往返于 中日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 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公元1175年 日本武士阶层首领平崇盛 向中国明州的阿裕王寺施舍杀金 阿裕王寺的住持环礼时 赠送给平崇盛一批中国龙泉窑 出产的青瓷茶碗 这些茶碗被带回日本后 受到了日本统治阶层的追捧 几个世纪以后 其中一只龙泉窑茶碗 传到了日本最高统治者 足利义正的手里 足利义正非常喜欢 这只天青色的茶碗 可遗憾的是 茶碗已经出现了一道裂纹 足利义正小心翼翼地 拖着这只茶碗 看着这道弯弯曲曲的裂纹 深感惋惜 于是他让人将这只茶碗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带往中国 希望中国工匠能够按照原样 再做一只同样的茶碗 但是15世纪的龙泉窑 已经不再烧制同类的青瓷产品 无奈之下 中国工匠只好用鞠子 把茶碗的裂纹修补好 再还给足利义正 因为修补处看起来像马黄 所以又称马黄瓣 这只茶碗高6.6厘米 口径15.4厘米 又致细腻光滑 已经成为日本国家级文物 它见证了中国茶文化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在日本传播的历史 中国西汉时期 在汉武帝的讨伐下 一个叫做南越国的国家 遭到了灭顶之灾 汉武帝讨伐南越国 真的只是想扩大汉朝的版图吗 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河浦港 是如何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的 国宝档案为您揭秘 《河浦商人的生意经》